新冠病毒防疫关键期 业者捐赠由咖啡渣研发而来的 机能性布料七百码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授证 并且由教育局邀请亚东技术学院 张述国际时钟师生 共同设计防疫口罩套 产观学合作共同防疫 不错 防疫 如果把它做一个口罩 叫做防疫口罩套 这个防疫口罩套 可以把口罩套在里面 然后谁不会顺透 也可以透气 更重要又非常的舒服 所以同学戴起来 感觉非常的好 他今生了七百码 可以做一万个口罩 防疫口罩套 那这里面的口罩 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使用几天 也不会发生说 七天三片口罩不足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这个医疗口罩呢 每天换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浪费 我们看到很多资源 它就这样被抛弃了 它不只有戴一天 之后呢 它接着下来的是环境污染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了减少环境污染 可以增加它的使用的频率 跟长期的寿命 所以我们医疗口罩 加上我们的抗菌除臭的布料 我相信它绝对能够把我们的防疫大作战做得最好 亚东技术学院张树国际失踪师生合作之下 让原本平面的布料更能够贴合人脸幅度 兼顾精美且实用的防疫口罩套 能够折叠方便收纳 延长使用时间 产观学三方合作 让技职教育务实致用 为防疫贡献一己之力 因为新材的一个布 它需要我们去重新设计 所以我们学生设计的一款 是让我们攜带方便 又可以防止我们去用手去污染到口罩 又可以重复使用的一个功能 来让企业企业很喜欢 所以我们这样的设计 原来是可以比我们 他们的手想象更好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们可以自己仔细的思考 我们到底口罩哪里不方便 然后可以自己做改进 有结合时尚吗 有 我们的收纳袋是由我们学校 多媒体动画科同学做的设计 防疫当即产观学三方 针对新冠病毒时事做出合作案 预计可以产出一万个防疫口罩套 提供给高国中小 第一线协助防疫的教职人员 或者是置工来使用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